我想强调的是 欧方裁决披露中的认定 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 此举不仅损害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合法权益 扰乱中欧新能源车互利合作 也将扭曲 包括欧盟在内的全球汽车 产业链供应链 欧方的做法涉嫌违反世贸组织规则 是赤裸裸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中方保留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的权利 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定捍卫中国企业合法权益